前年疫情剛剛開始 那時候多了很多時間留在家 那時候我在家經常煮食 建立了一個Instagram頁 分享自己平時煮的食物 前年也是第一次分享威靈頓月餅 放在網上 那時候純粹是一個分享的心態 怎知道分享了之後 迴響也很大 有些人甚至在問 我會不會有得買 所以我覺得就紋身了這個念頭 在想其實我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將自己的作品可以帶給別人去試